这一次这么多的游税 立法院有登记吗 没有 百分之百没有 一定没有 我在告诉大家一个监察院的调查数字 这个还是监察院2016年8月的研究报告 游税法从2009年8月8号生效 一直到明天8月8号 正好要满11年了 统计到2016年 到立法院登记的游税案件 只有267件 你相信吗 不相信 然后游税法有罚则 它有罚款 没有人被罚过 哎呦 唯一一个被罚的 他去宿苑成功了 蛤 所以没有人被罚过 所以我们通过了一个法 号称应该是阳光透明法 可是它却毫无作用 这应验了一句成语叫 土法不足以自行 除了水质之外最关键 它是制糖的副产品 对 它那个甘蔗主要是要生产糖 对 然后那个甘蔗糖渣 所谓蜜糖 才作为莱姆酒的原料 所以那个产业主要是制糖的产业 不是莱姆酒的产业 那问题是台湾过去也曾经是制糖的大厂 大国 可是因为现在经济效益来讲 显然重道比制糖好嘛 所以理论上来讲 李梅真要讲要说我们要发展制糖 顺便做莱姆酒 不会因为做莱姆酒 然后顺便去做糖 顺便制糖 这个很奇怪的 很奇怪的讲法 所以我觉得这场选举走到这个地方 李梅真只有三个三 什么叫三个三呢 得票守住三成 选票拿到30万 然后输成其卖30万 只剩下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要求了 否则呢 他连阶段性任务都完不成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